好 下面我们把目光再回到长沙 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进行的南篮亚锦赛的这场巅峰对决 中国南篮和卫冕冠军伊朗南篮的半决赛 最终中国南篮是70比57 立刻对手停进决赛 从2009年开始 伊朗就一直占据着亚洲篮坛的霸主地位 四届亚锦赛他们涌入三冠 龚禄明手下的中国南篮从组队开始 也先把目标放在了挑战伊朗的霸主地位上 所以说今天与这支西亚竞旅的对决 虽然不是决赛却胜次决赛 今天晚上中国队延续了 易建连 周琦 周鹏 丁燕宇航 赵继伟的首发阵容 大魔王一开场就给哈达迪送上了火锅大礼 这几火锅也为中国队今天晚上的比赛开了一个好头 丁燕宇航突破得手 则是打开了中国队的得分账户 伊朗队苏莱伊压迫式防守著称 今天晚上中国南篮同样在防守上 给对手施加了足够的压力 高强度的身体对抗充斥着全场 防守端有着非常出色的表现 而在进攻端 中国队的状态来的也并不算晚 里根和翟小川的两季三分球过后 中国队以21比12领先9分 结束了首节的争夺 次节比赛中国队的进攻出现了问题 在长达三分钟的时间内 小伙子们没有得分 而对手顺势打出了一波小高潮 虽然周琦的出场缓解了中国队的得分慌 不过过多的失误让中国南篮的进攻难言流畅 好在外线射手们的手感依旧不错 半场结束时 中国队依旧手握十分的领先优势 一边再战 中国队延续了上半场的火热手感 一键连也在外线投中三分 赵继伟的一条龙上篮 则是横掌士气 三届比赛中国南篮在助攻上已经以11比1遥遥领先于对手 这说明中国队在团队篮球方面做得相当不错 就连中锋一键连也都能够在快攻当中奉献这样的暴扣 末节比赛 霍夫陈州的伊朗队发动了最后的反攻 在打出了8比0的小高潮之后 吸压净率将比分差距缩小到6分 关键时刻 一键连和周琦挺身而出 正是他们两人的连续得分 帮助中国队稳定住局势 随着比赛的进行 伊朗队的体能也出现了问题 这让他们很难跟上中国队的节奏 抓住对手这一弱点 小伙子们不断的利用盖帽和快攻 来摧毁对手最后的气势 最终中国南篮是以70比57战胜伊朗队 赢下这场尊严之战的同时 也强势挺进本届亚锦赛的决赛 体育频道综合报道